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据消防救援局消息 6月25号零时至27号十二时 全国共接爆火灾1654起 亡三人 与去年相比同比下降62.5% 未发生较大以上和有影响火灾 消防救援队伍参加灭火救援行动5472起 出动只占员6.43万人次 营救和疏散转移 预险被困群众3885人 据介绍今年端午节正处六稳六宝关键阶段 疫情防控复工复产 季节性灾害 高温多余季节等安全风险叠加 且南方部分省市进入主训期 防训抗洪形势异常严峻 对此各地消防救援部门加强应急职守和监督检查 针对疫情高风险地区的定点医院 集中隔离点等设议场所 钳制专业力量 实行零距离监护 对商业促销场所及大型商业综合体 学校及周边旅游景点 交通枢纽 民俗旅店 餐饮饭店等人员密集场所 采取网上巡查和实地检查等形式 推动各部门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及时消除隐患 严防失控漏管 据统计全国消防救援队伍 共组成检查组1.8万个 检查单位4.3万家 督促整改违规助人 违规用火用电用器 堵塞疏散通道等突出隐患 6.7万余处 失控制 5.6万大